一頭黑髮 Blackpink 成員 Lisa 展示品牌表款 近期她更以全球品牌大使的身份 受邀前往迈阿密 參加 LVMH 鐘表周 也特別展示聯名表款 第五屆 LVMH 鐘表周 是今年首場國際表展 作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團 其下品牌紛紛推出特色系列進化款 可以看到基辛升級 創意材質 我們不需要賣產品 市場預估 由於Z世代和千史世代 對高階機械表越來越有興趣 2024年全球精品手錶銷售 預料將達到300億美元 約和新台幣9420億元 並將在2030年前 成長到超過370億美元 這時至少有1.16兆台幣的產值 高端消費者被認為是主要成長動力之一 我認為貧窮的人 比起初都更高興 投資在真正的 貧窮和貧窮 LVMH 集團旗下的鐘表品牌 能夠持續發光發熱 還要提到LISA的緋聞男友佛雷德里克 1月LVMH 集團宣布 不到30歲的他將晉升為集團鐘表部門總裁 事實上他之前掌舵的旗家品牌Tuck Hoyer 看準商機也看準銷售模式 積極拓展店面讓顧客能夠體驗 也加倍投入電子商務發展 成為集團最會賺錢的手錶品牌 年獲利高達7億歐元 而百年鐘表品牌也持續發展智能萬表 也要搭上NFT風潮 要走得比時間還快 靜新聞再用為李一鳴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